大家好,我是小Lichy 今天教你做香甜鲜软的毛毛虫豆沙卷 做法非常简单,形状非常可爱漂亮 我们首先将酵母放到35度的温牛奶当中化开 今天我所做的是300克的面粉配3克酵母,180克的牛奶 那么如果你想做的更多,在不同的季节 你只需要按照屏幕上给你的比例进行调配即可 那么我们今天一定要注意和面的时候少量逐次的加水 一点点的把面絮揉成光滑的面团 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曾详细的介绍过 很方便,很专业的揉面技巧 帮你省时省力,又能快速的揉出一个光滑的面团 今天我就不再赘述了 总之一定要记得稍微揉好之后 就让它稍稍醒发10到15分钟再揉 这样就比较容易揉了 一定要揉到表面光滑 这样蒸出来的面时,表面才会没有坑坑洼洼的小气泡 我们今天把面团揉好了之后 把它分成大概8个小剂子 由于室内温度高呢,我们这样面团的揉搓啊 尽量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完成 不然呢,它时刻可能都在发酵产生新的小气泡 所以每一次我们每一个小剂子在擀之前呢,再进行一点点的揉搓 接着把它擀成一个像包子皮一样中间后边上薄的小圆片 把准备好的豆沙呢,这个时候蘸一点面粉在手掌 揉搓成小圆球,放到面片的中间 然后我们就要像包包子一样,把它的口给捏住 当然不要像包包子一样,那么仔细烤就 只要把它中间口给封上就可以了 那么倒过来,在案板上按扁 接着我们拿擀面杖,把它再一次的擀成椭圆形的小饼 在这里面记得也不要擀得太薄 这样呢,你的豆沙馅就很容易露出来 接着呢,用一把比较锋利的小刀在面片上划上条纹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开始包啦 把面片倒扣在案板上,然后从一端慢慢的卷起 你看,这个时候它的条纹啊,就很像一个毛毛虫了 接着我们把两端粘合在一起,弄成一个小圆圈 这样就变成一个小小的豆沙卷了 漂亮吗? 接着呢,我们把包好的一个又一个的毛毛虫豆沙卷 放在蒸笼上,让它再次醒发15分钟定型之后 再上大火蒸15分钟 20分钟过后呢,让我们来看看 轩软香甜热腾腾的毛毛虫豆沙卷就做好了 怎么样,是不是很简单呢?赶紧也试一试吧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喜欢我的食谱 记得分享给身边的朋友 也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查看更多简单又健康的食谱哦 我是小力气,我们下期见